有手就会的短棍基础教学 单手转棍 首先在转棍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握法是 前面三个手指头主控棍 后面两个手指头腐控棍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棍子握得特别死 你就没法去转了 下面两个小指头留出一点点空间出来 它可以能够进行弹性 第二个就是我在转棍的时候 很多人他出现这种习惯 手指头松开 我们提醒里面是不允许出现的 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打击的动作 你如果松开了之后 你的棍子容易飞出去 那么在转的时候 要慢一点 手打下去的时候 手腕直接悬上来 如果这个动作不会 找不到一种连续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下去 敬礼 下去 敬礼 下去 敬礼 只在敬礼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手腕往外折叠一下 把我们棍子横过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斜过来 把棍头由直的面向前面的 变向横向九十度 然后连续起来 就会有助于你去找到一个旋弯的感觉